好 現在講一講整個面板的update過程 首先你拿到面板之後 你想update 首先手機先進入微信這個網站 即微信的程式裡面 然後待會就要用微信做一個掃描 好了 現在我們就在面板的右上角 用手指按一下 不要按到任何按鈕 位置很小 所以要小心做足 最後這個版面之後 你會看到 那個版面就是這樣的 接著你按Wi-Fi option 這個版面 好了 我們就看著版面 接著呢 我在微信這裡呢 就按這個加號 就按掃描 掃描什麼呢 掃描這個 這樣掃描 掃描完之後呢 它這裡就叫你入回它的密碼 密碼就是當時你在現場 那個環境的密碼 如果你的手機呢 就連結回你的熱點就可以了 接著連接 連接過程裡面呢 那個版面有變化的 你看一下 你看一下 接著第二個Rate 就變成OK了 接著打出來了 這個過程裡面呢 就完成了整個連接過程 在我們公司的電腦裡面呢 就會見到你的版了 現在可以搜查這個版 你看到這個叫408 我先查一下一下 這個叫408 跟你後面這個408呢 是一樣的 那就是說 我們看到你的Sail Number 接著呢 我們就可以進行Update 現在我按這個按鍵之後呢 那個版面就會變化 我先開一下 我按Update按鍵的時候呢 你看到版面呢 就出現了 剛才那個數字 因為現在數字 文件太小 就做不到 我再按一次 現在按 看到OK 那就Update了 那就是說如果有些新的版面呢 我們就在公司裡呢 就幫你 指定的版 去做Update 那只要你那邊上網 是出到街的 那就OK了 謝謝